口罩令在松绑 清明连续假期过后疫情稳定 指挥中心宣布调整口罩规范 原本强制佩戴口罩的大众运输 校车还有幼儿园专车等场域 从4月17号开始将改为是建议佩戴 另外最快4月底会把新冠肺炎 从第5类传染病改为是第4类 出门在外 许多人还是习惯性戴上口罩 防范新冠肺炎的同时 也预防季节性疾病 照上升 不过清明连续假过后 疫情指挥中心考量到疫情稳定 还处于低点持续下降 因此宣布将从17号起 实施第三阶段松绑口罩规定 在有症状 自己有症状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年长免疫低下 或者是人潮聚集通风不好的地方 还有公共运输 我们是建议戴口罩 公共运输交通工具 像是公车火车捷运等 还有特定的运输工具 福康巴士 校车接驳车等 17号起都不用再强制佩戴口罩 而为二还需要全程佩戴口罩的 就剩下医疗照护机构 以及救护车 而下一阶段的重点 则是要将新冠肺炎 从第五类传染病 改为第四类 四月底五月初 那会来进行 那详细的时间 是应该是下礼拜 会跟大家这个说明 那另外指挥中心 是不是随着这个改类之后 他是解编或者是降级 那我们也给行政院做了建议 那但是这个是行政院的职权 所以是会由行政院来宣布 新冠肺炎改类后 指挥中心是否降级 将会由行政院宣布 至于口罩领部分 目前暂时不会有 第四阶段松绑 医疗院所将维持戴口罩规定 谢谢大家会 台东市报道